受风箱封山村一位86岁的阿嬷在礼法的时候忽然昏过去了 业者赶快报案表示老人家一度停止呼吸 意识到消防人员到现场的时候 这名患者清醒了而生命真相也慢慢稳定 让在场的消防人员及居民真是吓了一大跳 5号上午位在受风箱的封山村一位正要准备礼法的妇人 坐在椅子上准备礼法的时候突然关绝 货席的村长是急着前去帮忙再给予施救 他坐在上面就没有呼吸了 不是 刚刚我一直要问他 他想说他不舒服 不然你就不要烫 本来要烫 然后我就说那捡一捡就好 我叫了怪怪的 他说没有合应 没有合应了我就趕快拍他 我就货席去 所以他刚刚脸色就变了就对了 对 就没有回答我 我就趕快把自己抬家里 今日早上 受风分队接获一名女性86岁民众于礼法时昏厥 那救护人员到场后患者已清醒 那现场的家属表示患者有癫痫及高其他的病史 那经常发生这类似的情形 那受风的救护人员评估患者生命真相稳定 医视清楚 那可以自行行走 那家属及患者本人都拒绝送医 过程当中 业者也即刻报案 受风下方分队人员到达现场时 患者已清醒 评估生命真相皆稳定 在场家属表示有癫痫及高血压病史 经常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并且表示不需要送医 患者本人也表示不需要送医 受风救护人员给予据送签名后离开 不过还是呼吁天气状况多变化 长者必须小心身体的保暖 记者林杰收风采访报道 周到此附近的一ो 刺激印记者 替纸